2月28日晚上 俄罗斯与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举行的谈判结束 这也是当日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的最后一轮谈判 谈判结束之后 双方谈判代表团成员举行新闻发布会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 在谈判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团今天举行了第一轮会谈 主要目的就是讨论在乌克兰境内 停火以及停止军事行为的问题 双方就部分优先问题明确了解决方案 为了这些方案可以最终签署并且履行 双方决定回到各自的首都进行磋商 双方一致同意近期举行下一轮会谈 以便这些方案可以最终落实 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也表示 双方在谈判中找到了未来可能达成共识的要点 双方同意将在近日与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地区 再次举行会晤 另外此前 乌方代表在谈判结束之后表示 双方主要讨论了停火问题 各方将返回磋商 近期举行下一轮谈判 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则表示 下一轮会谈将在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举行 俄罗斯谈判代表团成员 国家杜马国际委员会主席斯鲁茨基则表示 本次会谈得以举行已经是一大成果 而且会谈中双方彼此能够倾听 斯鲁茨基还补充说 近期双方谈判可能会取得一些进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